举兵反清 光复大明 何惠山 足足的江山 大当家的您来一下 咱们这里有件事处理不了需要您出面 什么事啊 连你都解决不了 有个女的自称是你老婆 在县衙门口赖着不走 公元1644年剑奴入关后 得益于大当家的带头反清 现在达兴的统治已经日泊西山 而天底下却冒出来那么多次称姓朱的冒牌 或称王称帝 搞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您这个正统的皇民后裔 就应该主动战出来正本清援 让天下人都有个盼头 臣等不财 请老人家一起大明皇帝位 盖兵咱们两个国家下来 请一旦调达兴 恢复中华 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咱不是打算去带兵 砸了朱仲子和朱仲吉的场子 怎么好好的就扯到当皇帝上面了 是不是还得来个三出三让 虽说咱是最先起兵反清的 但是现在只想着居逐达兵恢复中华 闯出来的这点虚名 完全是大家伙才爱 咱朱某人愧不敢当 天底下称王称帝的那么多 可是也没见谁把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 老大您打猎身又办起了农会 真正做到了规权于民 这天底下就只有您才是真心想着百姓 您要不称帝老百姓们也不愿意啊 老百姓都想让咱当皇帝 我怎么不知道 老大您看这万民书都在这里呢 手指头印都在这按着 说明天底下的老百姓都盼着您来当这个皇帝 这个事还是不行 毕竟攒你腿子出身才潜得博 所以你们还是另选贤能吧 这探完哪行啊 龙袍玉玺啥的都准备好了 恰好今天又是个好日子 在经过三次三让之后 朱小松就成了大明第二十一代皇帝 济南府成了临时的陪都 然后就以朱仲若的名字在报纸上传席天下 驱逐打武 恢复中华 立刚成绩 救济四民 军填免赴 天下一家 山东的朱小松如今改了名号 自认是我大明崇祯皇帝五世孙 可笑的是朕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个兄弟存在 不过朕这个兄弟实力还是很强的 如今又打出了正本清源的旗号 估计是打算对外用兵了 若是领兵攻在山西 不知道众位倾家可有什么退敌良策 报 就在山东的匪首成帝之后 盘踞在延岸府那边的另外一股反贼开始响应他 一个叫朱赛顺 另一个叫刘二牛 现在已经占据了整个延岸府 声称他是朱仲若的寝弟弟 卧槽 这你妈叫什么事 现在东西南都被封死了 就在朱仲值蛋疼的时候 乾隆老狗这边也是被气疯了 他居然敢欺骗阵 先以朱小松的名义 跟我达清 签订了一和条约 再以朱仲若的名义登基称帝 居然拿阵当傻子刷 万岁爷息怒 一奴才之见 那朱仲若打出这个旗号 倒也不见得就是坏事 刚刚情报传来消息说 他手下的叛军并没有向直立方向集结 而是在向山西和江苏用兵 这就意味着他打算先除掉这两个地方 所以一奴才之见 万岁爷倒不如继续坐山观虎斗 任由他们继续打下去算了 山东朱仲若现在是分兵两线作战 万一其中一处失败 那我达清岂不是有了可撑之机 若是我达清 拿出来一些火神枪和碎发枪给山西的朱仪 你觉得怎么样 自从这个朱仪声势越来越大 英明神武的万岁爷也越来越昏了 万一朱仲若抗不过朱小松的攻击 送的那些枪岂不是就成他的了 就算是顶住了进攻 万一他再掉过头来攻打咱们呢 真是嫌达清死得还不够快 一奴才之见 与其咱们给朱仲若那边输送火神枪和碎发枪 倒不如按照原定的计划继续坐山观虎斗 等到两败俱伤的时候 咱们达清再收拾残局也不迟 我觉得咱们现在有必要搞一份大清报纸出来 不光能让天底下的老百姓知道我大清对待他们的好 顺便还能给紧张不已的国库创收 万岁爷英明 反正就是一份报纸的事也花不了多少银子 任由乾隆老狗去折腾吧 随后大明报纸跟大清报纸就开启了打嘴炮模式 已经给粉丝们准备好位置了 赶紧入座 朕以前也是汉人出身 出生于海宁陈家 你是个锤子 明明就是关外来的野人 朕反思了我达清之前所强调的满汉不通婚政策 所以决定废除 从此以后认真推行满汉一家亲 你现在仅仅占据直立蒙古和关外之地 这些地方原本就没有多少汉人 所谓的满汉一家亲根本就是扯淡 朕自乾隆50年以前的赋税 无论老百姓们欠了多少权给免掉 我达清朝廷和地方官府都不得再以任何理由收取 你达清现在连个地方官府都没有 所谓的豁免历年基建也纯属扯淡 如果不是朕这个大明第21任皇帝起兵造反 你都恨不得把赋税收到乾隆150年去 朕在乾隆元年的时候免过一次全国的税 顺带把雍正年间各地拖欠的税款也全部免除了 乾隆十年那次分三年轮免全国十八省赋税 即一年六省三年而变 其他的还有等等 再说了朕免了历年基建 跟你猪腻这么个反贼有什么关系 还能要点脸部 乾隆元年免得是税不是负 明明就是为了收买江南人心 到头来却说什么为了百姓 就算你乾隆老狗确实免了 可是达清朝廷该收的钱 却一文钱都没少过 问题出在了哪里 别的不说 就李世遥和王胆旺这个名字 你乾隆老狗总不会忘记吧 朕还真没见过像你一般厚颜无耻之徒 嘴炮归嘴炮吃瓜归吃瓜 大山西跟江苏的冒牌货丝毫没有耽误